大家好 我是滴滴 我的聲音 現在的時間是3點25左右 為什麼我要這麼早起床? 因為我要去滑SUB 我們已經到海灘了 各位 那是一片黑 現在是天整個要亮的時候 衝到海灘有來過嗎這裡? 好啊 大概零點幾秒鐘 一秒鐘的時間 可以讓你們上班 我們已經出海了 各位 可是我的相機是過在市場 實在是很難路 太陽出來了 大家 有一顆小小的蛋黃 不要掉 不要掉 快點到我嗎 好 給大家看海的另外一面 很漂亮的斷崖 其實今天早上超冷的 但水溫溫的還蠻舒服的 終於達成了一個滑SUB的成就 就其實我一直很想要來清水段來這邊 滑SUB 然後 看不看日出是不一定啊 但是今天就是只有日出團 所以就是剛好看到日出 所以是蠻開心的 有開 你說 你說你嗎? 對啊 自己一個人 我剛剛看到自己一個人出來玩 然後在旁邊後我就把自己開 我現在有SUB的推進器 我現在有海上無可 對 我都不用滑 哈哈哈哈 機會教育一下大家 我剛剛撿到一個垃圾袋 它已經被泡到有點快要爛掉 而且沒想到中間居然 卡了一隻魚 有海嗎? 真的是 有點難過欸 大家去海邊不要亂丟垃圾好不好 我們要一起愛襲大海 愛襲海洋 我發現這隻魚它還是活著 它還在呼吸欸 我把它丟回去 唉 游走了 掰掰 上岸了大家 現在太陽超大的 OK 它有拍到各種照片了嗎? 夠了齁 夠了夠了 一直在錄 一直在錄啊 不要啦不要啦 哈囉大家我已經回到民宿 然後也睡完一覺了 真的是超爆累 但是真的很好玩 所以對大家如果來花點 想要花SUP的話 可以跟Night註定 這不是夜配喔 是我真心的推薦 我真的覺得蠻好玩的 OK 那現在就準備要開始 第二天的行程 首先呢要先去吃早餐 我真的肚子超餓 我午餐要來吃這一間 陳季商行 早餐要來了 這個是我點的 花生醬肉排 你看看那個花生醬 阿姨給我兩份花生醬 看起來超厚的 好吃耶 它那個鮪魚蛋餅裡面 還有加一點點那個洋蔥 吃起來超對味的 再來要吃這個 花生肉蛋 其實 我覺得它蠻好吃的 但其實你吃得出來 它就是 你一般早餐店會吃到的 那些東西加在一起 一般早餐店的花生醬 然後一般早餐店的那種 漢堡肉排 然後加一顆蛋那樣子 好 哈囉大家我已經吃飽了 推推陳季商行 我覺得它的蛋餅很好吃 大家如果跟我一樣住小養房的話 可以去那邊吃 因為他們兩家其實蠻近的 吃飽飯之後呢 我跑來七星潭這邊看海 大家也知道我就是 最愛大海 剛吃飽然後不知道要去哪邊 就想說來七星潭這邊走一走 而且今天花蓮的天氣超級好的 就是有太陽但是又不會熱 然後涼涼的這樣子 哇你們看這個海 好藍喔 哈囉大家我去吹完海風了 我真的覺得大海是一個很療癒的東西 就是你看的那個水花白浪花 然後還有那個海浪的聲音 就可以坐在海邊很久 然後有一種跟自己相處的感覺 那接下來呢我一樣要去一間咖啡廳工作 然後這間咖啡廳是小養房的管家推薦我的 我那時候看到就覺得 一樣就是超級喜歡的那種老宅風格 而且這間比我昨天去的那個更隱密 它在一個超級小的民宅巷子裡 我要來的是這一間 它叫做Ocapo Coffee 我點的提拉米醋 我覺得它的提拉米醋還蠻好吃的 但是它是那種酒味比較偏重一點的 我自己是有一點怕酒味 可是它的酒味還蠻香的 我覺得還OK 然後我是點母茶牛奶換燕麥奶 它們家燕麥奶就是用我最喜歡喝的那一款 所以無庸置疑的超級好喝 那一款燕麥奶喝起來就很像牛奶的味道 是我喝過最濃郁的 通常我去咖啡店啊 只要看到那一款燕麥奶 我都一定會換 一定會點 那我就 嗯 那我現在就開箱來工作了 我要來解我下一支要我上的影片 離開Ocapo了大家 結果老闆娘是底家 哇好意外喔 很開心欸 還好我有去Ocapo 裡面真的很舒服 然後我很喜歡它裡面安定的氛圍 那我現在要準備去吃晚餐了 我晚上找了這一間也是一個老宅 到底有多喜歡老宅 我要來吃的是這一間燕子老宅 來 這個是我點的海派雞湯老麵 我必須說它的麵跟湯很像是分開的兩個東西 好像沒有就是綜合在一起的感覺 整體來說我會覺得這一碗麵的東西 好像有一點太複雜 雞湯和湯頭也沒有到很特別 然後有點偏鹹這樣子 哈嘍讚 今天是我在花蓮的第三天 結果昨天吃晚飯回去 我忘了跟大家做結尾 那燕子老宅呢 我覺得它的口味就是見仁見智 但是我自己是沒有很喜歡這樣子 今天早上我來吃這一間大汗早點 這個是我點的九層塔蛋餅 然後它一樣也是粉漿的 怎麼看起來那麼好吃 嗯 超脆 它上面還有撒那個胡椒鹽 整個吃起來超級飽雜味 而且它裡面九層塔還放很多 所以你吃到每一口都有那個九層塔味道 好讚喔 吃完早餐的大家 直接一個瞬間移動好了海邊 但是我現在來的地方不是情形潭 這個地方叫做 我查一下 這邊叫做吉安海濱公園 拍給你們看 這邊基本上沒有什麼人 可以說是沒有人 是不是基本上根本就沒有人 一望無自己的海 太讚了 只是呢 它這個走下去的過程 有很多的大石頭要拔山射水 才有辦法走到前面小石頭的地方 好可愛 潛了一堆扁扁的石頭要來打水漂 哈囉大家 去完海邊之後呢 我現在要去一間咖啡店 然後這間咖啡店是我剛剛 無意間就是 走一走的時候看到的 我們點了一杯紅茶牛奶 還有一個阿福加朵 我要來吃這個阿福加朵 超好吃的 超好吃 超好吃 超級好吃 它裡面就是有那個香草冰淇淋 然後香草冰淇淋上面還有加 他們好像是自己做的堅果醬 然後那個堅果醬裡面居然有 黑胡椒的味道 超級妙 然後再加那個Expresso下去 超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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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大家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花蓮獨履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覺得這次來花蓮很開心的就是 我有玩到海 我也有玩到陸地 因為現在真的是很喜歡海 所以到每個地方 盡量讓自己至少排到一個可以下水的行程 然後這次可以到清水段來去花SUP 真的是完成了我一個很大的願望 因為我一直很想去那邊花SUP 但是這一次比較可惜一點是 我們沒有滑到那個斷崖的下面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旅程是帶了一點點的遺憾 就變成說下次來花蓮其實可以再體驗一次的SUP 然後那一次就一定要滑到那個斷崖的下面 那大家也可以留言給我分享你們 最喜歡這一次獨履的哪一家店 或者是哪一個地方 OK 那這一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再來訂閱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 也不要忘了追蹤我的臉書還有IG 下方的資訊欄都有連結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哈囉大家 我們已經 現在真的有一種好晃燙好累的感覺 你要回來一定要睡爆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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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